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臺灣最大的AI賽事 我們希望未來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創意可以有更多的開花結果 不僅是在我們臺灣可以落地 也希望我們這些無窮的創意 跟堅強的這些方案 可以延伸到海外去 概念組的重點就是在於 啟發學生對於AI這個概念的萌芽 從一開始的題目發想到後面的始終 也感謝組員的配合 最後謝謝評審 謝謝大家 我們也很高興能夠看到 Intel能夠舉辦這樣的活動 提供這樣的工具 幫助大家可以用更低的門檻 進入這樣的環境 做出更多有趣更多 可以幫助大家改善生活 讓科技進步的創業題目 參賽的過程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那在那個最後的時候呢 我們還要求大家 提供給大家使用OpenVINO的一些證明 那其實這個東西裡面其實是一個彩蛋 那UI介面可以就讓我們即時的掃 那即時的就預測說 現在掃到的部位是異常還是正常 並且我們會就是將不正常的區域可視化出來 所以我們就開發出這樣的行車偵測的系統 讓管理中心可以馬上掌握現實的一些狀況 可以來做所謂的應變的一些措施 那我們希望藉由我們這個系統 以平駕的方式推廣到個人的照應 讓大家都可以有一套自動自冷巡檢的方案 那我們希望把在自駕車使用上的感測器融合的技術 結合最新Intel OpenVINO的平台 做到這個所謂入口的動態的違規行車的偵測 我們就是運用一般X光機所拍攝的DICON醫學影像 只需要6秒利用AI分析就可以產出這個 虎質疏鬆的風險分析報告 在智慧交通或者是在智慧醫療裡頭 其實每一個智慧程式的元素 導入這樣的一個Edge AI的運算 再這樣用你的Talking 能夠把我們的智慧程式 能夠發展更好的運用的solution 我們是 磁寂一隻 美音花蓮 笨胎筆 美音花蓮 綜智全程 自其新方 自駕車 自和科技 在智慧AI OpenVINO 在Intel Intel OpenVINO ZENCOP OpenVINO ZENCOP 讚 perks signal 多方面 大家 風 按照 臺